今天先進飛輪實驗室要做一些拆解飛輪車的動作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有很多種飛輪車 很多在進行調整 我們會拆開來看它的結構 我們今天就來介紹這個Voltec P10 M 這台實控車 它內部的結構讓我們把它拆解開來 幫大家看一下 那基本上我們需要一些工具 這個工具是用來拆 所謂拆腿的部分 這個工具自行車店應該買得到 還需要一個六角 這六角主要是拆前面的電池盒 再來就是一般的十字起子 跟一個一般的六角 會用這支是它轉的比較快 比較好轉 那平常一般的六角的這種起子的話 應該很好找得到 那這台車呢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拆解 那首先這邊有個 這個所謂的保護蓋 可以把它拆拆來 好 這個地方呢 本身是用來調整 調整用的 它是有一個 有點像那維修孔一樣的 那這是可以拿下來的 那我現在把它拿下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是它裡面的結構 好 那接下來很單純 我們可以先來拆 所謂的電池的部分 那電池的部分 是在前面這邊有個螺絲 它是用一個內六角 我們把它轉開來 那平常這台車要換電池的話 就是把這個拆開來 各位可以看到 這電池在這個地方 這大概可以用一年左右 那不是常常要換 那這是一般的二號電池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拆 那這邊有幾個螺絲孔位 那我們分別把它拆開來 這邊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總共有七個螺絲孔 那這邊是有一個 防焊的地方 防焊的這個板子 那它是用雙面 雙面 魔鬼毡把它黏起來 我們可以把它拆下來 那它主要是防止這個水從中間滲入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拆 那我們可以先拆 第一個螺絲 那這邊拆開來 你會發現 這個就算拆開來 我們還是拔不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有一個驅柄在這邊 好 所以 在拆這個整整圈下來之前呢 我們實際上 應該是先把這個驅柄拆下來 那這驅柄拆的方式 跟一般自行車的拆的方式是一樣的 好 一樣 那會用到這種 所謂拆腿的工具 那拆腿工具它分兩個頭 第一個頭是拆這邊的 固定螺絲 好 那拆的方向呢 是怎麼拆呢 那各位可以想 如果是順時鐘 是一般我們是轉緊 所以逆時鐘 它是放鬆 所以我們就要做逆時鐘的動作 它這個通常會比較緊 所以 建議是這樣子 做下壓的動作 好 做下壓動作 就可以把 這個螺絲呢 把它取出來 OK 那接下來這驅柄可以拔出來 當然你可以硬拔 可以拔得出來 但是這是很困難的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工具 它是用來頂 頂腿的工具 你可以看到 它的作用就是怎樣 它這個轉上去的時候 它有東西會頂出來 那利用這黑色的這個地方 先固定在這個腿上面 當我去頂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拔起來 所以它也是拔的動作 只是說 因為自己用手拔 可能拔不太起來 會用這種 所謂拆腿工具來協助 那拆腿工具的話 首先要固定 慢慢順順的 把它 用順時針方向 把它轉進去 那如果你有時候在轉的時候 發現轉不進去 不要硬轉 這可能會把它的牙弄壞 那另外可能是什麼 你忘記把這個固定螺絲拔掉 所以你 雖然可以轉上去一點點 但是你怎麼拆都拆不掉 那就這個螺絲的問題 那這時候常常會有滑牙的狀況 那這車就會受損 好 所以這點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接下來 這個已經固定好了 現在就把這個轉過去 好 那轉過去你會發現 欸 順時鐘轉到一個階段 它就不會動了 那接下來我們去照剛剛原理 去把它頂出來 好 所以我們要繼續的 順時鐘 去轉它 好 轉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這個腳呢 就已經可以拆下來了 好 可以看到 它就被我推出來了 所以它是一個推的動作 好 所以各位如果自行車 想要換去柄的話呢 就用這種方式就可以換去柄了 好 那裡面也會有所謂的電片 那我們可以先把它收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拆 那這邊剛剛我們用了十字螺絲 那這是黑色的 那這邊呢 有一個固定的 我們可以稍微把它 卸下來 好 那接下來呢 就可以把這個 所謂的 六角螺絲的部分呢 把它轉開來 好 各位可以自己記一下 到底轉了哪些 好 這台車是台灣生產的 然後這車架 是在屏東生產的 那鋼鐵來源是中鋼 為什麼在屏東 因為它離高雄比較近 那乘車整個車子呢 是在台中生產 生產組裝 因為台中部的話呢 是機械的大本營 那一般的螺絲 鋼鐵的話呢 會是以南部為主 那最主要它的產業鏈是很完整的 那最主要它的產業鏈是很完整的 好 還有這個 好 全部把它轉送之後呢 這個側殼呢 就差不多可以 可以稍微拆一下 看還有哪個地方 有沒有轉過來的 好 如果是釣出來 我們可以把它放方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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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它的外殼的部分 我們可以把它收在旁邊 好 這是它內部的結構 那基本上這台磁控車呢 是靠磁鐵 好 那磁鐵的話呢 它會產生所謂的磁窩流 就是通過鋁的時候 好 所以這台車呢 這外面這一圈呢 是所謂的鋁圈 好 那鋁圈的話呢 通過這個磁鐵 它會產生阻力 它不會接觸到 所以它不會有聲音 好 那我們在增加阻力的時候 就是增加這個磁鐵 通過這個鋁片的面積 好 那這台車的話有 1 2 3 4 5 6 6顆 6顆 所以它可以產生相當高的這個阻力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些聯動的裝置 那這個聯動裝置是做什麼事情 像這個地方有一個所謂的VR 所謂的可變電組 好 它裡面有一些編碼 那我們在調整的時候呢 它就會 可以傳回一個訊號 傳什麼訊號呢 就是說這個磁組呢 是在什麼位置上面 那這個可以用來做所謂的運算 它可以顯示 目前它的檔位是在什麼地方 它主力有多少 然後呢 接下來 根據轉速 那轉速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像這邊就有一個感應器 它是經過 在內部 應該會有一個磁鐵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顆磁鐵 也就是說 磁鐵通過這個感測器端的時候呢 它就有一個訊號可以過來 好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 這個騎的人呢 一分鐘 總共踏了幾圈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所謂的RPM 那再配合這個 所謂VR檔位的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換算所謂的 Power值 它做了多少功 那當然Power值不是隨便亂算的 這個必須這台車 上功率機去計算 運算說 到底轉速多少的時候 還有這個磁鐵在什麼地方的時候 它需要做多少功 才可以達到那個速度 所以它這個必須要 上所謂功率機 功率機 測量儀去做測試的 才可以算出那對應的一個公式 好 那對應公式會放在哪裡呢 會放在所謂車表內部 所以這車表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調整的時候呢 就有所謂的檔位 那這個檔位呢 就是我剛剛看到的 那個所謂的VR裝置的位置 好 那有人會說 那為什麼不像電風扇一樣 這邊做開關就好 開關這邊多少 然後呢 就顯示在這個地方 直接換算 為什麼要拉到那個地方去 那最主要是說 因為 這邊如果在動的時候 如果使用久的話 這個拉線的部分 可能會有點誤差 那也就是說這個輪子的部分呢 實際上沒有到達 也就是說磁組的部分 沒到達那個位置上面 可是你那前面開關 已經到那個位置上了 所以反而數字是不準的 所以它直接是利用這邊 連動的裝置呢 去 直接去看它的位置 這樣的話呢 會比較準確一點 所以 是設計在這個地方 而不是直接做在 所謂的撥蓋開關這個地方 這是它的 一個設計的方式 好 那 大致上的結構是長這樣子 那這台車還算是不錯 整個焊點 結構都還不錯 好 那它也做了防水 真的有防水的一些裝置 那 內部看不到的地方 質感也滿好的 質感也不錯 好 那裴鈴的運轉 也非常順暢 好 那 拆車子 大概就這樣子 來做說明 好 謝謝大家